修改官网简历,或许能消除公众对杨庆区县从政的担忧,但却并不能消除公众对选人用人不公开不公正的焦虑。 据媒体报道,5月23日早上,江西湖口县政府信息公开平台网站,对近日颇受关注的九江银行29岁之行行长,湖口县挂职副县长杨庆的简历做出了局部修改。 相较此前版本末段的2019.04至今九江银行湖口之行之行行长湖口县,政府副县长,最新版本在副县长后特别著名,挂职两年,挂职结束后所挂任职务自行免除。 连日来,湖口90后挂职副县长一事,引发了舆论的强烈质疑,处于风暴眼的九江市官方表示将对此事展开调查。 然而,公众还没等来调查结果。 女副县长挂在湖口县官网上的个人简历却先被修改了一遭。 网上的官员简历,倒也不是不能修改。 当地有关部门当然可以对一些人的简历做必要的补充,但问题在于, 至此公众质疑女副县长晋升是否存在猫腻的当口。 当地还没能充分回应公众的疑问,却先选择了修改简历,未免有失妥当。 事实上,简历中被修改的那一部分内容,恰恰是公众最关心的。 从副县长到副县长,这中间传递出来的信息颇为丰富。 其一,这个副县长只是挂职。 其二,挂职的时间只有两年。 两年期满后自然取消,这意味着,当事人不会自动进入政府行政区列。 也并非县里的实权人物。 考虑到此前公众质疑的焦点便是杨密副县长副处级的身份。 此次官网简历被修改,似乎希望通过挂职两年。 挂职结束后所挂任职务自行免除的注解,消弭公众质疑。 但在调查结果未出来之前,寄望予以这样的解释平息舆论。 在一定程度上,令人有些失望。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,网友随便截个图,这种小动作变成了掩耳盗铃。 何况,此事发酵到现在,因为缺乏有效的信息披露,早已沸沸扬扬。 这样的小动作越多,越是会刺激公众情绪,引发新的质疑。 其实,要查清一个生于1990年的女生的职业履历,证明其是否试任如此重要的职位,并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。 即便英雄不问出处,暂不考虑杨庆通过三加二模式获得的大专文凭的含金量。 其入职以来一乎寻常的着生轨迹,也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说法。 尤其是2015年以来,五年四次调职,节节晋升,这显然不大正常。 此外,考虑到杨幂的父亲杨勇曾在2013年至2018年兼任九江市财政局副调研员。 现任九江市金融控股集团党委书记、董事长。 公众自然会质疑杨庆的超常规晋升是否有赋因因素。 对于这个问题,有关部门更要有明确回应。 既不能冤枉了好人,也不能放过了坏人。 说到底,修改官网简历,或许能消除公众对杨庆曲线从政的担忧。 但却并不能消除公众对选人用人不公开不公正的焦虑。 而当这种焦虑掺杂了个体经验,产生了代入感之后, 情形无疑会变得更为复杂,也更为棘手。 对此,当地还应以端正的态度,公正处理此事,如此方能顺利过关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